换上围裙当起厨娘 萧美琴亲手搓民主汤圆 要让台湾团团圆圆 帅开传统扫街行程 萧美琴辅选模式 白白种 我要去哪里 哥跑 一下来到咖啡厅 换上居家拖鞋 边聊天 边逗猫 运宝手指伴不伴 伴 也可以走出户外 与民众一同观赏露天电影 又或者来到新竹校外教学 参观后果深山 当起吃播主 美琴也OK 镜头前不顾形象 大旦美食 萧美琴辅选模式 包罗万象 要打破 传统辅选框架 传统的社区 当然都是我们的铁杆比较多 但是我们现在要处理 就是我们接触不到的年龄层 美琴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可以跟年轻人多互动 跨出同温层 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 如果能够在各自的选区 发掘在地的特色 那利用美琴这张好牌 争取跟不同的族群 扩散更大的影响力 只要副总统愿意多开时间给我 有别于国民党的 红南照北战略 民进党定调 赖清德主攻传统败票 萧美琴当战猫 走出同温层 开拓新兴票源 赖清德主席跟萧美琴大使 他们都会用分禁合集的方式 那么包括在幕僚 在安排行程上面 也都有所不同 包括校园也好 包括比较有独特性的 包括软性的 等等的座谈形式 赖消两人战略路线 分禁合集 倒数关键时刻 跨出舒适圈 要让选票最大化 金雄王婷 郭媛婷 采访报道